好 那藤蔚科技在這裡為大家介紹 我們的新產品是由韓國原廠 BNF Korea所帶來的我們的這個均職鐵位機 那它的型號是LS-1250A 那首先我們要先開機喔 那開機的部分呢就是在我們的後面 後面按一下基本上就可以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螢幕的部分 再來就可以跑到我們螢幕的部分 那螢幕部分呢這就是我們主要的一個操控界面 那首先先來講 左邊有Hard、Median還有Soft 那這個就是針對我們的這個強度的部分 它就是原廠就已經有做一個設定了 那像你的Hard的話它的Speed就是Level 8 那時間就是25分鐘 Distance就是40mm 那Distance的部分就是下面裡面鐵板 以及我們的這個所謂的這個玻璃的部分的一個距離 那再來回到我們的螢幕上 那我們的Median的話呢它就是不一樣的Level 然後時間就是20分鐘 以及距離的話就是30mm的部分 那Soft的話呢就是它的Speed Level就會再下降一點 時間也會再減少一點喔 那如果我們說今天真的 客戶有需求就是可能自己有 他自己的一個時間的設定 以及速度 他可能要做一個比較彈性的調整 那我們就可以按這個 它就會回到一個完全Default的一個畫面 那客戶呢就可以針對需求的部分 來針對我們的Speed 還有我們的Time 還有我們的Distance 還有我們的Distance 做一個自由的調整 好 那再來回到我們的螢幕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它這個有燈 那基本上正常的情況它就是綠色 那如果我們今天將我們的這個門把它打開 它燈就會變成藍色的LED喔 那這個就是一個 像是一個比較安全的機制 就是可以讓使用者在使用的時候可以知道說 欸我現在門有沒有關好的一個情況 好那接著我們正式稍微跑一下我們的流程喔 好那首先我們就以Soft的部分來做一個開始喔 那按我們的這個鍵就可以了 對那大家可以看到機器的部分就開始跑 那如果我們的Door沒有關好的話 它就會顯示紅色 那就會像現在這樣子 那螢幕呢它就會出現一個Door Open的一個畫面喔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的一個安全機制的部分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再重新的 把我們的門把它關好 對 好那這就是我們鐵位機在運作的一個情形喔 好 好那再來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將我們的這個部分打開呢 它其實我們的面板的部分 還有裡面的這個部分呢 都是可以把它拆起來來做清洗的 那由於這個原廠跟我們這邊是建議所 我希望在使用完之後呢都可以去相對應的來做一個清洗喔 對那這樣子還可以保持我們機器本身的一個清潔的一個部分 就是盡量去做到就是沒有汙染的一個情形 那像我們這個呢 如果要拆開的話呢 稍微把它往上翻一下 它就可以拆開了 那這個部分就可以直接取一下清洗 那搬回去呢 就稍微把它靠在上面 有一個柱子的部分 靠回去 靠回去就可以了 對 對 對 那裡面呢 裡面的部分呢 只要將裡面的這一個 把它拉開 就可以拔出來了 對 對 好 那產品介紹呢 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